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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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奶等奶制品 多吃胡萝卜等维生素高的书 菜或者水果 补充维生素C和维生素B1 嚼点薄荷液 每天嚼三次 可加快口腔溃疡愈何 有空多锻炼 运动运动身子 提高免疫力 如果小朋友口腔溃疡 一般会有一到两个溃疡部位 由于小朋友缺乏免疫力 自愈时间可能会更久 多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比如鸡蛋 牛奶等等 这样才不会轻易的口腔溃疡 有朋友贪图方便 不知道自己的口腔溃疡是什么类型 就按照偏方理做 结果反而更严重 反反复复的口腔溃疡 千万别相信什么偏方 一旦发现口腔溃疡 面超过两周都未愈 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检查 可以进行输液一军处理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烧哥口腔社 你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 烧哥医生来回答你的口腔溃疡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